自助餐店内菜夹多了小心伤到荷包 又或者到餐厅点个日式炸猪排定食 铺满的高丽菜丝现在吃都觉得赚到了 对 现在高丽菜非常的贵 所以现在来吃猪排 然后还可以吃到高丽菜也是蛮不错的 菜夹贵菜市场内婆婆妈妈和熟悉的菜饭 每天都在斗嘴 这里是彰化的传统市场 上面一排的价格都涨成40 下面的一排30或25 在台北的菜市场出现了每颗卖40块的蜗菊 彰化的老板爆出一篮大陆妹出来 说彰化涨三成 本来算金的啦 一斤差不多25块 现在一斤差不多40块 台风接二连三 加上又逐渐进入了冬天 老板说叶菜类难免会贵 本来卖350 现在卖250 这样的涨幅是五成 根据农业部的网站资料显示 高丽菜上价57块8 均价37块3 比起两个礼拜前涨了22块 四季豆上价215块2 两个礼拜前161块5毛 丝瓜65.4元涨了15块 今天已经比昨天贵100块了 就本来是 本来是四个100块 现在变成三个100块 而且更小 刚走出菜市场的这位太太说 价格一天就变 说起菜价上涨真的很有感 就怕贵到以猪计价 荷包挫了一段 三立新闻许树伟 这位廖宜德综合报道